娱乐圈的更替速度很快 在快节奏的韩国娱乐圈内 依旧有人成为了行业的长青树 相比于事业巅峰期 更长的男艺人 女艺人呢 想要保持高颜值 好状态 其实更难 十年之内 韩流女星们 无论是颜值作品 还是地位成就 其实呢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人依旧地位稳固 也有人被后来者赶超了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看 十位韩流女星的 惊喜对比 一 宋慧桥 宋慧桥的影视剧拍摄生涯呢 其实一路以来都十分的顺利 因为蓝色生死恋的热播 她在男性观众的心目中 容生最想被拥抱的韩国女星 蓝色生死恋的热播 还让处于长青青春时期的宋慧桥 成为寒流女星中的人气担当 通过浪漫满屋 展现古灵精怪的另一面 观众们对宋慧桥的认识 又更进了一步 经过多部作品的打磨 宋慧桥对于角色的把握 也愈发的娴熟了 如果说 全智贤的美是大气 那宋慧桥 就是天生自带的一种温稳气质 一双桃花眼 木若点漆 较到好处的 纯形 柔软可爱 如今宋慧桥也已经38岁了 但她事业和颜值的走势呢 却依旧呈上升的石头 时光的流逝 似乎也只是给宋慧桥带去了更多的沉淀 二 韩家人 美人耻目这样的形容词 似乎永远不会用来描述韩家人 二十年前 韩家人的照片 与不久前 她出席某活动的现场照 依旧无异 不得不说 韩家人就是受到时光照顾的幸运儿 因为形象清晨 又极具女人味 韩家人无论是外表 还是演技 都备受好评 当年 在镜头前十分活跃的韩家人 展现出了自己多方面的魅力 笔尖的一颗质 更是成了韩家人独有的标志 从赚着了观众眼泪的悲情女主角 到开朗活泼的搞笑橘色 韩家人带来的作品风隔变 而阔别娱乐圈六年 在此带着具有悬疑推理色彩的 单拍剧《情妇》 回归的韩家人 状态依旧 但挑剧本的眼光 确实还有待提升 情妇 整部剧的口碑呢 较为一般 但围绕韩家人付出的讨论 却越来越多 继情妇后 韩家人淡出荧幕后 再无后续动作 未来是否将重新付出 依然是一个问号 三 惊喜善 高中生时期就开始 自己在娱乐圈闯荡了惊喜善 确实是飞速成长 作为70年代的女演员中 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惊喜善呢 又纯又郁的一对大眼睛 让她走出了寒流的市场 风鸣整个亚洲 虽然近年来 惊喜善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但她的知名度和观众的认可度 却依旧呢只增不减 近年来 惊喜善似乎更愿意 选择双女主剧 从腹黑的女律师 到豪门的女主人 尝试了不同风格的角色类型 也让惊喜善 获得更多的认可 如今的惊喜善呢 是时光沉淀后的美人 虽然年纪渐增 难以保持刚出道时的灵动 但成熟的气质 也让惊喜善更加有韵味 四 惊喜爱 同样是高中时期 就已经开始在娱乐圈闯荡 惊喜爱呢 陆续接拍不同风格的电视剧 也让她成了80年代后期 至90年代前期的 顶级电视剧女演员 如今的惊喜爱呢 虽然长相不再是第一优质 但是丰富的人生体验 也让她的演技更加的成熟 惊喜爱几乎保持着 每年一到两部作品的速度 回归影评 这样的选择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惊喜爱 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爱 年纪已经突破50大关的惊喜爱 不再焦急于 无法出演傻白甜 惊喜爱近年来 大部分的角色都致力于展现中年女性的魅力 前不久热播的《妻子的秘密》 再次呢让惊喜爱成为备受热议的终生代女演员 年过50的她 依旧性感 又知性 或许 这也是时光带给惊喜爱的财富 5.崔智友 崔智友因为出演初恋 这部高收视率的电视剧 亦取成名 后续呢 接拍的《美丽的日子》 《东基热歌》和《天国的阶梯》 也奠定了她在韩国乃至亚洲的影响力和人气 崔智友出道即巅峰 人生呢 一路高涨的原因 也离不开她颇为清纯的长相 偏日系的长相呢 更加凸显了她的气质 虽然 长相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崔智友淡雅如蓝的气质 却比以前更甚 比起《娱乐娟》 名与利 崔智友还是更愿意回归作品和家庭 在2018年初 崔智友宣布结婚 5月底 崔智友生鸡当妈 平安地产下了一女 6.孔孝珍 孔孝珍的颜值呢 其实并不是大众普遍认可 但就是这样极具感染力的笑容 反而让孔孝珍在娱乐圈内 显得十分的特别 相比于其他寒流女性而言 孔孝珍几乎没有迎来自己的全盛时期 但却一直呢 走在抗拒连远远的一线 其实孔孝珍呢 成为女演员的 就一直在暴风成长 从刚入行时的青涩 到现如今能够精准地拿捏住角色 就算不靠长相 她也能够端稳演员这碗饭 7.李英爱 她长精的热播呢 捧红了李英爱 如今 人气一路走高的女神 也不再年轻 脸部的皱纹似乎也讲述着 李英爱变老的过程 当初被誉为氧气美女的李英爱 现如今虽然略显老太 但她呢 却家庭美满 幸福婚姻 比起依旧在娱乐圈十分活跃的其他演员 李英爱的选择 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但这样的选择似乎 也更加适合出道后 几乎林绯闻的李英爱 比起在外打拼 享受与家人的相处时光 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决定 8.金泰西 毕业于韩国的最高学府 金泰西的年轻时 就被暂时最美的女艺人 多部高达20%收视率的作品 也让金泰西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樱幕上的金泰西十分耀眼 每一束光都是为她打 但私下里 金泰西实际上呢 十分的低调 如今的金泰西不再是少女 也没有像许多寒流女仙一样 在时间的心理下更有韵味 但她却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状态 她的气质 介于少女感和成熟二者之间 颇有一番风情 9.李多海 李多海呢 其实也是很有灵气的一位演员 因为出演《我的女孩》 李多海曾经人气高到 被赞是韩版的小燕子 但近年来 关于她的消息其实并不太多 虽然个子高外貌家 但李多海曾一度陷入整容风波 也有不少的观众认为 她过于追求完美的长相 而丢掉了自己的灵气 近期呢 不再带作品回归的李多海 反而专心地营业当博主 有了多年学习中文的经验 李多海转型当博主 似乎也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需要过多的曝光在公众视野下 同时也能够向粉丝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尽管淡出了公众视野 但却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何乐而不为呢 10.孙艺珍 被称作孙仙的孙艺珍 确实也是不老女神中一位 孙艺珍之所以被称为仙女 实际上呢 也是与她清纯的长相有关 孙艺珍自带的清新感和少女气息 一度成为她征服大部分观众的利器 可以说 孙艺珍的事业几乎没有瓶颈期 一直都处于最巅峰的状态 孙艺珍一滴泪 天生一颗星 上天赐给孙艺珍的美貌 是她最大的财富 一直活跃在娱乐圈内的孙艺珍 在镜头的见证下完成了蜕变和成长 虽然长相未老 但她也展现出了自己对待事业的野心 目前仍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在更新换代十分迅速的韩国娱乐圈 仍然有人能够一直活跃在大众的事业中 女演员们的改变 不仅见证的时代和市场的变化 也从侧面让观众看到了 她们为了维持最佳状态所付出的努力 在看过十位韩流女星的惊喜对比后 你更喜欢哪一位呢